大家好,Chisha,歡迎收看安博足球快訊 星期一凌晨西甲2223賽季多場收尾大戰同時進行 其中切爾達主場會迎戰巴塞隆拿 這場重頭戲絕對備受關注 而這場賽事M直播都會為大家送上現場直播 主隊只要在今輪取勝,就不需要看別人的面色 險中球勝完成護級任務 克逢收尾戰是迎戰防守堅不可吹的巴塞隆拿 所以切爾達這場比賽是肩負著沉重的壓力 現在來到刺激的護級大戰 37輪之後西甲只剩下最後一個鋼巴名額還未揭曉 其中一樣有41分的卡迪斯、加泰和華倫西亞 還有40分的艾美尼亞和切爾達 以及39分的華拉道列都有港班風險 在這個賽程中最艱難的一定是切爾達 其次就是華拉道列、加泰的護級大戰 為了不用看其他人的面色 切爾達美輪的大戰只許勝不許敗 在入到4月之後切爾達的聯賽戰績急轉直下 從兩年和到之後的九輪七敗 港班危機逐漸向球隊傾斜 尤其是上輪輸了價值6分的護級大戰 令球隊將懸念流到美輪 實事求是這麼說 以切爾達的實力 目前所展現出的鬥志等方面考慮 美輪要對陣奪得冠軍的巴塞隆拿 輸球的概率有多大 大家可想而知 算是安慰的是 提前奪冠的巴塞隆拿 似乎有鬆懈跡象 最近的戰績亦有起伏 並且防守強度和專注度都遠不及奪館之前 這對切爾達或大契機 切爾達陣容深度等多方面都是吃虧的 想要贏球必須打出現象級的進攻 球員方面艾斯帕斯、維加、施肺諾域和佩雷斯 這些攻擊手需要提高射門效率 另外據統計顯示 當主場巴萊多斯球場面對巴塞隆拿的時候 切爾達保持著不錯的戰績 過去八仗各項賽事主場只輸一場 其中最近一次更是在三球落後的逆境下 憑著艾斯帕斯突出的發揮、強勢攀評 陣容方面 門將、艾維斯和後衛、艾道都是因傷缺陣 至於另一邊 將時間拉到上個月中坐下艾斯·賓奴歌將 憑著李雲道夫斯基梅開二道 還有古敵的錦上天花 巴塞隆拿擊敗對手提前四輪奪冠 沙維執教的第二年 就帶隊奪得西甲和西班牙超級杯冠軍 而歌將之後 巴塞隆拿的球員就沉醉在奪冠的喜悅中 加上近期沙維對陣容的輪換有所變動 在種種原因夾集在一起 導致球隊近三輪只得一勝兩輔 失球數亦相繼增多 這些都是與奪冠後衛症有著關係的 上輪對馬略卡 是巴塞隆拿賽季主場收尾大戰 同時亦是布斯基斯和佐迪艾巴這些公分球員 在老型球場的告別戰 歌將法迪上陣梅開二道 加維亦有所貢獻 帶隊用一場勝利來感謝主場球迷 但要指出 相比主場巴塞隆拿近期的座客表現不算理想 近四個聯賽座客只得一勝一和兩虎 當中更是連續三場單場失球至少達到兩球 並且對手仍是中下游的隊伍 另外,他們今場賽後 將火速前往日本進行打比大戰 心有餘力而不足的巴塞隆拿 金像成人之美並不可能 陣容方面後衛阿力斯巴迪和中場 柏迪幹沙利斯都因相缺陣 請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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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